拖了过年的福,从来没有一段时间,肖战能有这么长时间的营业期,从大年30晚开始,肖战工作室就进入了日更的状态,不谈肖战参加的《中国梦》《我的梦》网络视听年度盛典时,工作室营业发出肖战的多张帅照,缠哭了一大批的粉丝们,就是这每天上午10点05准点更新的新年祝福,也是从除夕更新的新年祝福。 相信到了大年初五,相信最起码还有初六,每一天都在告诉粉丝们,今天是什么日子,今天该干些什么,今天也是肖战给大家送祝福的一天呢。 如此密集的营业,也让粉丝送给肖战两个新的称呼,叫做过年的福娃和新年记录仪,意思就是肖战每天都在给大家祝福,就像福娃一样,以及每天记录过年应该干些什么,不过,已经连续送了六天的祝福了,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止呢?毕竟在每日送福的过程中,虽然肖战的图片都是同一天拍摄的,但是很明星,日子越往后,肖战嘴角的笑意也是越少了,变得越来越勉强了,莫名给人一种抢颜欢笑的感觉。 这也与各位网友们的心情变化是一样的,一开始过年的没开眼笑,到越来越往后的抢颜欢笑,这也就意味着,各位休息的时间即将结束,上学的要去上学,上班的要去上班了。 不过,当大家开始忙碌的时候,估计肖战工作室就要休息了,毕竟小事这人能处,有物料他是真发啊,已经连续工作了六天,尤其是从除夕到大年初六都没得休息啊,看来是肖战老板给的年终奖是异常丰厚的了。 按照过年一天乐的算法,肖战工作室还得工作两天,按照上班族的上班节奏,肖战工作室还有一天的工作时间,不过,如果能够更新到正月十五,那倒也是极好的啊,感念有如此多肖战的时光,毕竟要是等到肖战进了组,那可就是全网寻人的状态了呀。